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即使呢我们国家这么严厉的去调控房价 也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即使现在我们的房价已经处于高位 然后呢也不降价 即使呢我们现在楼是这么萧条 可是我们的房价好像根本就没有降多少 好像仍然是维持在一个一万的均价 即使你现在去售楼处买房子 即使在现在房价不景气的情况下 价格仍然坚挺 也不会出现说大幅度降价 或者说大幅度去打折的一个情况 为什么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房价仍然坚挺 为什么一直不能够让房价降下去 今天我来给大家呢全面的分析一下 看一看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如果呢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我们呢要知道一点就是呢 房子的价值不是我们普通的买房人单一的群体决定的 因为房产的建设开发销售 以及整体房产的价值是由好几部分 好几个群体共同参与组成的 而这恰恰也组成了我们房地产发展的本身 那这几个部分呢就是房地产开发商 地方政府银行以及老百姓 今天我们要讲的也就是这四个方面 才导致到我们的房价真正的降不下来 因为都涉及到各自的利益 首先我们来说开发商 开发商过去呢确实做的不太地道 为什么呢 因为呢他拿着老百姓买房的钱 不去尽快的把房子建起来 而是呢疯狂的拿地疯狂的囤地 争取呢这个利益最大化 如果没有2020年给开发商的三道红线 也许现在的开发商仍然活得风生水起 但是他的债务会进一步的加高 而我们老百姓买房的风险呢 也会进一步的加高 正是呢因为有了三道红线 开发商呢才重视自己的债务 我们的房地产的高价 才放缓甚至呢是停滞不前 但是可以这么讲 为什么现在这个房价降不下来呢 开发商是不希望降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买房呢 有一个心理就是买涨不买跌 看一看以前开发商用饥饿营销 每平方涨200块钱 那基本上售楼处就人满为患 有人呢年夜排号抢房子 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开发商是要回款的 为了让自己的这个负债降低 是需要呢房子打折的 可是越打折我们普通老百姓啊 越不买房子 那这是一个什么原理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呢你房子每平方涨500块钱 那么也就意味着同样一趟房子 什么都没变 仅凭一句话 你普通的老百姓买房就要多拿出来好几十万 而我们这而这些钱呢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攒的 我们不希望这个买房的成本上升 所以房子一旦涨价我们马上就买 但是房子如果下跌 同样一套房子没有任何的变化 如果下降每平方1000块钱 很多人是认为不满足的 他会觉得如果你降到2000块钱一平方 我会去买 有些人就一直在等 一直降到无法再降为止 也就是说老百姓对于房产的降价是没有底线的 越便宜越好 所以呢当房子降价的时候 这个老百姓是不买房子的 是观望的 那我们从2021年2022年2023年这三年的房产交易量就可以看得出来 老百姓一直是持币观望 害怕自己呢买到高房价的房子 所以呢选择不买或者是观望 那么对于这个开发商来讲 如果房子出现了大降价 也就意味着开发商的债务会进一步的扩大 而不是会优先被解决 你要知道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 我们开发商拿土地是进拍制的 谁出的价高 谁拿到房子 谁拿到土地 所以呢你要知道一点的就是 当初的开发商拿了高价的土地 现在如果房子降价 一是卖不出去 二是即使卖出去了 也不可能把负债去降低 所以他当然不希望看到房子降价了 那么第二点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银行 银行呢是在我们整个买房过程当中 算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因为我们90%以上的人买房子 都会用到银行的按揭贷款 那么之前呢银行也是无接纸的放款 因为银行只是一个金融机构 他给你放款的唯一凭证就是他要看到抵押物 以及抵押物的价值 那过去20年 为什么银行能够疯狂的给我们放款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房子一直在升值 就是因为我们普通人对于房子的需求 这个缺口太大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成事化率一直在进行 所以呢我们的土地就等于价值 我们的房子就等于价值 银行看到这里 所以呢才会大可放心的给你放款 真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给你放款 可是呢在2020年也给了银行两道红线 银行不会无 银行呢不能够无接纸的给开发商贷款 也不能够无接纸的给客户进行贷款 那么从这方面限制了银行 那么银行呢才真正的规范起来 好了我们为什么说银行也不希望 房价下降其实很简单 你想一想我们借银行的钱是不是有利息 之前呢跟大家算过 如果呢你贷款70万贷款30年 按照现在的利率还完30年 你大概是需要还140万 也就是说呢本金是70万利息也是70万 如果利率稍高一点呢 可能你的利息要比本金还要多 那么这些钱是我们真金白银拿出来给银行的 也就是说呢我们为了买这个房子 我们的成本每一年都在增加 可是现在如果房价出现了难腰阶段 我们的房子贬值了 你觉得作为普通老百姓还会还房贷吗 其实我告诉你房子价值不在了 那这个贷款还不还都没有意义了 即使说银行会追究你的违约责任 那么无非就是这个信用不好 无非就是我们还不起款 要么呢我们房子不要了 直接还给银行 那么银行的坏账是不是就增多了 银行是一个金融机构 它不是开发商 它要房子没有用的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 这几年我们的法拍房数量也是呢 成倍增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呢如果房价一旦出现大跌 银行的坏账会增多 金融系统呢会崩溃老百姓的 整体的财富缩水 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还有第三个方面 就是我们老百姓这方面 你要知道呢 现在的很多房子已经成为二手房 二手房就是一个存量房 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整体的拿地 开发建设的新楼盘已经越来越少了 因为呢我们开发建设的楼盘和我们的城市化率呢 是同步的 目前我们的城市化率呢已经在放缓了 所以呢开发商现在的高负债也好 或者说根据未来的发展也好 总之呢开发商拿地减少了 建房的数量也减少了 到了2030年大部分房子都已经陆续交房成为二手房 这个时候彻底的进入存量房时代 存量房时代是一个市场行为 房价的涨跌是普通的老百姓 普通的拥房者说了算 而不是开发商说了算 我们一直在说决定一个城市的房价 不是开发商决定的 也不是新房决定的 而是二手房来决定的 那你想一想 之前很多人在2018年2017年买了房子 买到的是什么 高价的房子 再加上这么多年的利息 就即使我们自己本身拥有一套房子 我们当初花100万买的 现在还完贷款了 你觉得你会100万卖出去吗 你觉得你会150万卖出去吗 你一定会核算这么多年的成本 以及通货膨胀 即使说卖不出去 我也要挂这个价 对吧 老百姓的财富不会因为30年的贷款而缩水 相反会更加的高 即使没有人接盘也会高 那么从这点来说 作为普通的佣房的老百姓 也不希望房价跌 那么还有呢 第四个方面 就是我们说到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当然也不希望房价跌 你要知道一点呢 就是地方政府 把这个土地出让出去 让开发商进行拍卖 开发商通过拍卖拿到了地 才能够交税给地方政府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呢 就是我国很多的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它的都是依赖于这个土地财政的 你看一看这几年 我们的县城也好 我们的三四线城是发展的好 是不是伴随着大量的开发商入局 开始拿地 所以呢 我们的基建才有这么快 那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开发商不拿地了 开发商有负债 看一看三四线城市的建设 是不是停滞不前了 是不是很多楼盘停工呢 是不是有很多计划都搁浅了 好了地方政府拿了这个财政收入以后 要干什么呢 要用于城市的建设 下属乡村的建设 还有整个城市福利的一些待遇的发放 如果说房价降了 第一反应就是开发商不拿地了 对吧 开发商第一不拿地了 然后呢 整体的二手房交易的市场变少 新房的交易变少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税费也会减少 那整个城市的建设就会停滞不前 福利待遇就会减少 即使不减少 地方政府就会负债 大概呢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从四个方面来讲 也是房产的主要参与者 都不希望房价下跌 房价一旦出现下跌 那么影响的就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这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呢 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强调 房住不炒 租购病局 未来让房地产健康平稳的发展 要让我们的高房价软着陆 而不是呢 硬着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